再看到是国小校园发生了殴打事件 一位妈妈来指控 就读国小三年级的小孩 在学校只是因为看了别人一眼 居然被对方手持棍棒殴打 孩子不但笑了不敢上学 还要接受心理治疗 家长很生气 因为班导师不但什么都没有说 他到派出所报案 警方也说 学校的监视器坏了 没有新的进展 离谱的是 其实类似的案件已经不是第一次 家长查出学校在八月份 就有小孩也曾经被打伤 指控校方处理的态度 慢慢拍 我的孩子说他只看了对方一眼 对方就打他 为什么会发生这种事呢 一想到儿子在学校 被人打到全身红肿 妈妈看着照片又气又心疼 他说儿子被打后 吓到不敢上学 还要接受心理治疗 最让他生气的是 老师居然不闻不问 老师进来拉着我的孩子说 你有跟老师讲吗 你有跟老师讲 你什么时候跟我讲 今天我看我的孩子受伤成这样 我不希望还有第二个第三个 也是像我的孩子这样子被打 儿子被打 做妈的竟然是看到伤痕 才知道 家长质疑老师没有尽到告知责任 事情发生在上个月21号 家长说孩子在学校操场 因为看了对方一眼 就被人用棍棒打得回身是伤 但老师第一时间没告知 一周后他到派出所报案 这时校方才解释 事件还在持续追查当中 但这个月初警方回应 因为学校监视器坏掉了 所以没有新进展 这场痛批 学校态度消极 因为类似的案件已经不是第一次发生 因为上一次发生的就是在游乐区 也是因为监视器的角度不足 所以就是造成也没办法去发现造势者的人 但是如果同学哭着或是有跟你讲说 我有受伤 其实老师应该再谨慎一点 校方坦承在今年8月份 旧孩子也曾经被打伤 加上老师这一回没有警觉孩子受伤 确实有疏失 强调会妥善处理 但如今伤害已经造成 家长只希望不要再有下个孩子活在阴影当中 只有老一张和美如 谈论报道